请杨树长 那我们未来二代健保 有没有预期要 实施多久 保固期是多久 最少15年 应该到20年 因为这个二代会比一代好 一代可以应用15年的话 二代应该20年 在我的平股 但是呢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一直在变 比方说一代有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合理的 当时是合理的 因为当时只能那么做 那当时一开始第一代健保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说 多少年之后可能需要调整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就知道 比方说我们论各类对不对 各类它的负担不一样 论口机会 如果大家看我们的那个一代的那个规划报告 里面就提到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迟早要处理 所以我们知道才实施了五年 我们就开始在检讨了 所以不是15年 五年以后就在检讨了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这个应该是可以用到15年到20年 因为绝对比一代要长 是那这个15到20年的时间里头有一些是你们一开始就有看到在制度的设计上面 未来一定必须要改革的 那这个署长这个卫生署 健保局算完了以后 卫生署送行政院 那这个送行政院之前 署长一定要获得院长的同意 不然的话你送出去院长不同意 那署长只有一条路就是辞职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署长要院长的同意 可是这里面没有民众的背书 对不对 那行政院一定说最好是不要调 所以将来一定是说这个监理会 这样两会合一 监理会说我们要这么多钱 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因为我要这么多的照顾 这么多照顾要这么多钱 那他要提出来平衡费率是多少 这样的话卫生署长 或者卫生署管机关就拿这个 你看两边划给欢意感觉 就没有压力 我这个就可以拿给行政院 所以说哦是他们讲好的 是这个监理会讲好的 对 监理机关讲好的 所以将来这个体制在一代健保的时候 过去要调长健保费 其实是在民主的社会里面非常困难的 因为有庞大的民意的压力 但是呢同样的理由 你健保的支出却不断的上升 因为民众当然希望你健保支出越多嘛 那我们的医疗的享受的服务就是越多嘛 所以以前的要筹钱都是由卫生署去筹 卫生署不可能去 我要问的是说 除了就最简单来讲 除了长期大家讲的这个药价的黑洞也好 或健保的这个费率不合理 或者是中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人魔不脏的 这个弊端的情形之外 这是一大块嘛 去检讨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天我们交的钱赶不上我们支出的钱吗 对对不对 那这个支出的整体的结构我们去检讨过 有 就是说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对 就是我们现在的健保的支出是不是合理 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不断的往上升 是绝对是一个没有办法挡的趋势 是的 我说两块 一块就是我们新的科技一出来了 这个民众就希望得到这样的照顾 就是都觉得说他应该健保要给付 对对 所以这个不断的 增加给付的项目 对 这包括媒体 包括病患的家属 并有团体 包括命运代表 一定会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如果这样的要求 一定要有个机制 说要去平衡 如果大家不用再多交钱 那就不能再增加 我懂你的意思 那有没有一个机制说 因为你不能用药嘛 而好药嘛 而不吃草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因为不管是新的药出来 新的科技出来 新的医疗的方式出来 我们希望健保有所给付 而健保一定要调这个调涨的时候 有没有一定的那个机制 是 或者是公事 就是说 那保费就应该随之涨 这才是合理的 如果说你今天健保支出 是因为人谋不脏 那我们当然不愿意交钱 那如果是因为买了新的 多的药 多的科技 那就是应该要交多 比较多的钱 委员的指教 非常非常的佩服 所以我们将来有个叫做技术评估 是 将来任何一个新的出来 技术评估 评估完了以后说 这个是果然 是可以对健康带来很大的注意 然后再来说 这个要多少钱 所以第一段技术评估 第二段说多少钱 那大家愿不愿意付这个钱 因为我们知道 不然就很不负责任嘛 对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子是给付 因为这个科技 是大家非常期望 可是它带来的这个对费用 是 非常的高昂 比方说以前身衰竭就结束了嘛 对 那现在呢 要洗30年 那一年要60万嘛 是 那所以这个是大家期望 可是期望它有个代价 更未来干细胞 基因治疗 那个费用会更是天文数字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机制 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讲过了嘛 就是以前类目啊 论口忌飞啊 那么这一次我们把它处理掉 这个本来就知道的 是 所以现在是一个机会 我想这个二代健保改革的方向 社会上事实上多数都是支持的啦 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 希望能够趁着制定二代健保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根本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现象 我们应该跟它厘清 那要有改革的机会 其实是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希望留给未来的人 他们在往前进的时候 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嘛 那我们这次大家 因为二代健保 其实重点是 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保费 合理的整个架构或机制的调整 但对某些人来讲 它就是会调涨嘛 那 同样的 有钱就有涨 是是是 所以就会有出现一个声浪 就是说我们会去检讨说 那刚刚也很多委员提到的 就是政府的摊比跟民间的摊比嘛 那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政府我们在县制里头 是大概百分之二十六嘛 对 那么未来大家也都希望说 那政府的部分是不是要调涨 那我觉得就这个部分 我想请教一下卫生署 专业的意见 它的考量的基础点是什么 它是百分之二十六还是百分之六十二 还是百分之四十五 它的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考量是这样 这个是跟各国比较 是 但是各国比较来讲 别的国家的政府负担比较多 那是因为别的国家政府抽税的能力比较强 税收的能力嘛 因为像韩国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为韩国的这个税 占GDP是百分之二十四 那我们大概十三十四 那你要到 差十个分之 这个西欧的国家 像法国德国 这个比利时 是四十几到五十几 如果到这个 斯坎迪拉维亚国家的话 那刚刚讲的瑞典我知道了 我去过 他们税加上这个社会保险的保费是百分之七十 但是我们做不到嘛 所以我们做不到的话 那就是我们希望说政府的负担 如果能够恢复到健保初期 这是过去的经验 是三十 最起码是二十八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觉得比较合理的 我们也考量政府的税收 那我们是希望 我们将来有很好的税改 因为我们现在税非常不公平 因为不公平 大家就不愿意缴税嘛 这是很合理的 是 我想这次健保 也的确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关键的 就是您刚提到的 这个税制改革的议题啦 因为台湾的税制 的确是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之前也有人讲 单身合不合理啊 或者是有没有被处罚 整个家户的总计的计算 其实现在的健保 是建立在我们的税制 不公平的 那税制应该是去检讨税制啦 而不是检讨健保啦 那么这个税制 的确是应该要检讨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那么税制也是人民的纳税钱啦 其实终究来讲 也是人民出的钱嘛 所以在这个合理的 这个比例上面的一个计算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去调整这个结构 那二代健保 之所以大家虽然涨 可以接受的原因 就在于说 它其实是让收入 比较多的人交比较多的钱嘛 那收入少的 甚至没有收入的 它甚至还可以缴更少的钱嘛 对 所以它在结构上的这个调整 会让大家觉得说 它合乎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未来 在税制还没有调整之前 我们也应该合理的 把政府的摊平 往上拉到百分之三十 甚至三十以上的原因在 但我们不可能 不合理的要求说 到四十五十啦 那是不太合理啦 那这等于是有点变相的 又减税了 但是呢把它稍微提高 其实是如同刚刚 为什么有委员提到 就是说 那国防预算是不是可以调整 这只是一个例子 而是我的意思是说 不一定是针对国防预算 而是说 调整整个国家预算的结构 我们认为就是说 事实上你整个国家 所扮演的角色 人民的需求 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那么台湾 在逐渐的快速迈向 富裕国家之后 可能我们希望把国家预算 大幅的比例 放在 譬如说教育 社会福利 健康保险上面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整个国家转型的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 概念上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家 比例这个饼的分配上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比例的分配 而希望刚刚这些东西 能够增加比较高的比例啦 所以就这一点 我们愿意做署长的后盾 去尽量的去做争取 而把政府的摊平 在税制还没有改革 之前的基础上面 也能够做尽量的一个增加嘛 那么改变就是说 大家对于政府 那些钱也是人民 说实在也是人民缴的税嘛 也不是说政府 他自己去赚来的嘛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也希望就是未来 在二代健保的过程当中 我们务必啊 能够尽量的考虑到 各种不同的这个 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些观念 那这些是二代健保 那么继续为台湾的健保 在国际上面的 我们的民生 当然尤其是台湾人民的 医疗服务的水准 能够奠定一个 更好的一个基础啦 那我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请教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看到这两天 这个消机会 在检查鸡蛋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 鸡蛋啊 如果是有机的啦 如果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么就会价格比 一般的鸡蛋高出很多 但是呢 他跟一般的鸡蛋 不管他是出软也好 他是有机也好 他是什么高高钙 还是什么样的鸡蛋 他所宣称的也好 其实跟一般普通的鸡蛋 在营养上应该差别 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 跟我们长年以来 不只是台湾哦 最近这些国际上 很多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一直在推动 有机的饮食嘛 所以譬如说像台湾的鸡 很严重都注射 或者是在饲料里面 很多的这个人工添加的荷尔蒙 那这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关心的 这个环境荷尔蒙 或者是这些不当的荷尔蒙的 这些状态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一方面 其实一直在鼓励有机的食物 它更加的重视生态 环保对身体健康也好 可是如果一方面 从医学的角度又说 它有没有有机 好像跟是没有差别的 那这个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一个矛盾的资讯 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很困扰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只是鸡蛋 你看我们所有的那个超级市场 你知道是有机的蔬菜 它价格当然定高 但是我们都是鼓励有机的蔬菜 不要用农药 不要用破坏生态的 违反环保的方法 对那这个有机这个问题 这个本来的原来的规范 是属于农委会的一些规范 那所以不晓得这委员的重点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站在国民健康的角度 是 到底鼓不鼓励有机的食品吗 有机的食品是不是比较少农药啦 残留或者是这些 我说不当的人工的荷尔蒙啦 或者是说 如果以这个概念来讲 当然是我们是鼓励来推广这样子的这一类 如果说今天消费者团体说 啊根本都是一样的没有差 那我们干嘛 那但是这个是牵涉到 我们就不应该支持有机食品了嘛 对 但是这个牵涉到两个 一个是安全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营养的部分 那有机是不是对于这个比较有营养 或者比较对身体比较好 是不一定 这是不一定的 所以这是两块的部分啦 那对于就是说 不摻农药啦 这比较安全的部分 这部分当然我们是鼓励的 是